咱们现在先来讲一讲 咱们要干什么 咱们要做一个特征的选择了 就是咱们可以做一个feature的selection 也可以叫做一个feature的importance 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是不是提出来了一多多特征了 好像都有十个了是吧 哎呀这十个特征 哪个有用 哪个没用啊 这个比如说第一个特征 它起到了多大作用 第二个特征起到了多大作用是吧 这些东西啊 我觉得是咱们需要关注一亮是吧 咱们需要给出一个明确指标 比如说这个p class这个列 这个特征 它对最终结果产生多大影响 这个age列产生多大影响是吧 其实呢咱们比较关心的是这个东西 咱们想来看一下 咱们现在提出的这十个特征 它对最终的结果有多大的影响呢 那么咱们该怎么算 咱们之前啊就是说 咱们随机森林啊 它是不是进行 比如说这个891是吧 咱们进行800个采样 咱们进行800个采样 它是有放回的采样是吧 对于有放回采样 它是不是说还有很多数据啊 没被采到啊 可能有300个数据 没被采到是吧 有这个可能性是吧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把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 把这个东西叫做inbag 也就是说 把它们叫做带内数据 把咱们这个300呢 叫做out of bag数据 也就是说啊 这300是带外数据 那么带外数据啊 既然咱们建立这个决策设数 没用上这300个数据 所以说呢 咱们就可以拿这300个数据啊 做一个测试了啊 就是说 咱们通过一个随机森林模型 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测试 怎么测试呢 比如说啊 咱们就拿这个A值列来说了 对于这个A值列来说 它是不是每列有每个列特征值 是吧 比如说我写一个 11啊 13啊 14啊 不是13 11 13 14 比如说这个人是29岁 这个人是81岁吧 这个人是16岁 是吧 套一些年龄的值 然后呢 咱们啊 就是咱们既然想看一下 这个A值列的一个重要程度 那么首先呢 咱们啊 就是说 对这个列 什么也不干 什么也不干的情况下呢 咱们能得到一个错误率 是吧 错误率呢 就是说 咱们一减去 咱们刚才得到的一个准确率 咱们是不是就得到一个错误率 是吧 第一次 咱们什么也不干 就拿这个数据啊 去跑一次随机C0模型 得到了一个错误率 咱们叫做R1 然后呢 咱们啊 不是要看这个列的准确性吗 咱们把这个列值啊 给它打乱 是吧 咱们 比如说这个11 13 什么14 29 81 咱们不按 不按 不让它呀 按照这样一个值 是吧 不按它按照一个正常一值 咱们给它随机的添加一些噪音值 是吧 比如说这个 我添了个8.6 那个添了个137 这个添了个954 那个添了个11.1 这个添了个0.7 是吧 就是说咱们要把咱们现在 这个列的一个属性值 给它打乱 是吧 让你很乱 加上一些噪音数据 把这个列 但是呢 咱们加这个噪音数据的时候 要保证 其他列呀 是不发生变化的 其他列始终是 那个准确的值 只不过说呢 咱们要衡量这个A值列的准确 A值列的一个重要程度 咱们第二步 要把这个值啊 给它打乱 是吧 加上一些噪音值 加上一些噪音值之后啊 咱们还可以得到一个错误率 叫做Azor2 是吧 咱们要看什么 咱们要看啊 Azor1和Azor2的一个差异值 是吧 如果说呢 这个Azor2啊 有个明显的一个上升 是不是说啊 咱们呀 把这个值打乱了 你错误率没有上升了 是不是说咱们A值列这个特征啊 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一旦你把它打乱了 哎呀 会导致咱们结果非常不好 但如果说呢 另一方面 哎 如果说你把A值这个列啊 加上一些噪音数据 然后呢 这个Azor2 没发生多大变化 没发生多大变化 是不是说 这一列的特征啊 对最终的结果 没多大影响 是吧 也就是说 咱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 评判的方法 来 评判的方法 来去看一下 这个 这个 咱们这个 选择的这样个十个特征啊 对最终的结果 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是吧 在这里呢 咱们啊 就是引入了这么一个 feature selection啊 就是说 咱们通过这样一个 feature selection这个函数啊 咱们要看一下 这一次 咱们现在 12345678910啊 都十个特征了 咱们要看一下 这十个特征啊 它的一个准确率 啊 不是准确率 每一个特征的一个重要程度 分别有多大 咱们代码啊 呃 代码其实跟之前啊 没什么太大区别是吧 还是咱们选择一个 交叉验证 fit这个模型是吧 只不过说呢 这里啊 咱们加上一些 跨图的模型啊 刚才啊 给大家简单说了一下 咱们这个importance啊 都是怎么样得到的 那么这里啊 咱们就来 呃 咱们就来看一下吧 咱们直接从结果上看就好了 运行一下 啊 运行 我里从头到尾 重新运行一下 要不然 它经常会出现一些异常 时间一长啊 它一步运行 它就是 有些变量值啊 它就找不到了 我们看 现在就是运行的结果 是吧 现在运行的结果 它打印出来什么 它打印出来的 是不是一个柱状图啊 是吧 这个柱状图是什么意思啊 柱状图就代表着 你每一个特征的重要程度 是吧 我们一看啊 就是说 现在哪些特征比较重要 它比较长的就比较重要 是吧 年龄这项比较重要 它的p class这项也比较重要 是吧 咱们刚才说的 这个比较悬的 这个name length这项 是不是也起到一定作用 是吧 也就是说啊 它确实有这种 潜在的一个 玄学的可能性 你名字越长 或就是可能性 可能越大 是吧 有一些潜在的 潜在的关系 咱们可以啊 就是通过 这样一种图的形式啊 咱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咱们刚才不是 选了十个特征吗 哪些特征 对于咱们最终的结果 影响比较大 是吧 比如说啊 对于这个 age这项 age这项影响比较小 兄弟姐妹的量影响比较小去掉 你这个老人孩子数量 影响比较小去掉 是吧 咱们提的这个 family size这项 影响也比较小 也可以给它去掉 是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可以通过一个 feature selection的方法 让咱们啊 帮助咱们去啊 选择一些特征 咱们一会儿呢 就是可以啊 把这些特征去掉 是吧 再拿这些特征来去做 是不是说能够使得 咱们的准确率啊 变得更高一些呢 这个也是在咱们 做机器学习啊 实际项目当中啊 非常能用 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啊 咱们要对特征啊 进行一个衡量 选择一下 哪些特征是有用的 哪些特征呢 是没用的 那么下面啊 咱们再来说一下 关于机器学习啊 它的一些比较玩耐的方法 或者说啊 就是一些竞赛啊 或者是比赛啊 一些通用的做法 咱们之前啊 就是说 都是通过一个算法 一个算法 然后呢 去衡量的一个准确率 是吧 先看了这个 现行回归的一个准确率 然后呢 逻辑回归 然后随机森林 那么咱们啊 现在来想一想 是不是说啊 这个回归啊 还有随机森林啊 它是完全两种 不一样的方法 是吧 那么这两种 完全不一样的方法 是不是各自有 它们的优缺点呢 那么咱们啊 能不能把这两种东西啊 集成在一起呢 是吧 咱们接下来 就要来看一下 就是说啊 假设 画一下吧 咱们这回啊 不光拿这个 random forest 来做这个决策了 咱们也可以拿 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 就是逻辑回归 来做这个分类 这个事儿 是吧 咱们可以 甚至啊 咱们可以再拿一个 再拿一个svm出来 做这个分类事儿 可以吧 是吧 也就是说呢 咱们啊 可以集成多种分类算法 然后呢 最终的结果啊 是由多种分类算法的 一个平均值 来得到的 比如说 这两个 说它是等于1 这个说它是等于0 那么这种结果呢 它是不是就是等于1了 是吧 也就是说 咱们可以通过 这样一种insimble insimble方法 也叫做一种 集成的方法 咱们可以通过 这样一种集成的方法 来做这个事儿 首先呢 这里啊 我们看啊 就是说 这里啊 选择了两种算法 是吧 这个两种算法呢 分别是 咱们刚才 这个东西啊 跟咱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随心森啊 有点不一样 是吧 它是一个 不思量算法啊 咱们就是把它 先当成一种 随心森算法就好了 然后啊 这个逻辑回归 是咱们刚才说过了 咱们就来看一下 咱们使用这两种算法 做一个集成之后啊 准确率会不会 得到提升呢 其实啊 这个代码 跟咱们之前啊 唯一的一点不同 就是说 咱们最终结果 预测准确率啊 是由咱们这两种算法 共同所决定的 是吧 而不是说 是由一种算法 它决定的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咱们集成了两种算法之后啊 现在能不能得到一个 更好的准确率呢 我可以看到 现在得到了82% 多了是吧 咱们之前 随机森林是81点多 是吧 所以说啊 就是说 通过咱们这个 一种集成的方法啊 把多个分类器 集成在一起 咱们可以组成 一种更强大的分类器 是吧 有同学啊 可能也是知道 这个的boosting算法 是吧 也是通过一种 集成的方法啊 把很多的弱的分类器 集成在一起 然后呢 最终啊 达到了一个 强分类器的目的 也就是说啊 最终咱们可以做 这么一个 比较升华的操作 咱们让好多的分类器 加到咱们的 稍微当中来 最后呢 通过多个分类器 共同的结果 来去决定 哎 这个船员啊 到底获救 还是没获救 是吧 那么这个 也就是啊 今天要给大家 分享的一个 主要的内容了 那么下面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下面还做了一些操作 就是 咱们对于 选择了两个分类器 比如说这个 boosting的这个分类器 还有这个 逻辑回归 这个分类器 是吧 假设说啊 咱们在这里认为 哎 你这个boosting 这个分类器啊 它的效果要好于 这个逻辑回归 这个分类器 那么咱们啊 在最终求 它这个预测值的时候啊 咱们还可以加上 这么一个权重项 是吧 我们在这里啊 认为这个 呃 第一个分类器的权重项 是第二个分类器的权重项 三倍 是吧 咱们也可以在这里呢 加上一种权重的参数 来代表 不同分类器的一个权重啊 取多大 是吧 那么到这里啊 就是啊 给大家说了一下 咱们啊 怎么用这种 python机器学义的方法 来完成 这么一个kingle的案例 是吧 在这节课当中啊 咱们主要是 使用了这三种库 主要是numpy库 pandas库 还有这个skatelearn库 是吧 可以看到 从咱们代码角度来说啊 这三种库 它应用起来啊 都是非常 都是十分非常简洁的啊 非常简洁 非常高效的 那么也是推荐大家 使用这三种库 来完成咱们这个 python机器学义的项目 好的 那么同学嘛 关于这个python机器学习 kingle案例啊 呃 这个课程啊 就给大家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 呃 疑问呢 或者问题啊 也随时欢迎大家啊 跟我讨论和交流